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那么今天学习内容呢 是关于Ninux里面的权限 相关的操作 那么权限这个操作呢 在整个Ninux体系里面呢 它也算是重点 而且它还有个兄弟 他的兄弟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 就是兄弟操作 他的兄弟操作呢 其实我们学过了 对 同学提到U的就对了 权限的兄弟操作 就是用户和用户组的管理 一般你如果用到权限 你肯定会用到用户和用户组 因为之前在介绍 这个用户和用户组的时候 前面说过 方便管理员对用户进行管理 或者说跟踪 那么管理的话 如果没有权限 还谈什么管理 肯定是有这个权限的 所以权限它和用户用户组 属于一个兄弟操作 以后咱如果说再看一些 Ninux相关的一些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 一般的写书的人 都会把权限和用户用户组 写在一块 很实用的一个写法 所以它有一个操作 就一定要把它注意 它和这里面是一个兄弟关系 Ninux的权限操作 它是与用户组属于兄弟操作 一般你看到这一个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 会放在一起 它是一个习惯 那么Ninux的权限 我们这边通过一句话 先来总的去说一下 到底是干嘛的 Ninux的系统权限 一般可以从身份上来讲 可以分为三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叫Owner 第二个叫Group 第三个叫Others 那如果从单词上 字面上来理解 Owner就表示所有者 Group 组 Others 其他的 那并且我们还有三个身份 它对应的三种权限 Read Write 和 Excuter Read是读 Read是写 Excuter是执行 那有这么三个权限 三个类别的身份 三个类别的对应的权限 这个先总的来了解一下 那么Ninux之所以 它的安全性 可以说是很高的 那一方面的原因 也有权限的因素在里面 因为它的权限 很强大的功能 权限 那么在讲权限之前 先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权限 什么是权限呢 那么权限的话 这里面的话 在多用户的计算机里面 是多用户 这个多用户呢 并不是我们之前所理解的 同时多个用户 并不是指同时 可以呢 不同时 这个没关系 可以不同时 为什么说可以不同时 那么Windows的话 是我们之前怎么去说的 它是一个单用户 多任务的一个操作系统 是吧 那它有权限吗 我们看这里面 看到这里了吗 看到这个了吗 那这个不就是权限吗 那这个是权限 那刚才这里面说的这个多用户 那我们问的是单用户 那它为什么又有权限呢 这个多用户并不是指 同时的 可以不同时 也是我们问的是 可以设置呢 多个用户 这个多用户是指多个用户 并不是指同时的 在多用户的计算机系统里面呢 权限呢 是指某个特定用户的 某个用户具有呢 特定的一个系统资源 那个使用权利 那么其实权利 我们可以理解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权限 权利就是权限啊 它对某个资源 具有使用的权利 那就说明这个用户 它对于这个资源 具有使用的权限 权限和权利 它属于一个敬意词 那么例如像文件夹呀 系统指定那些指令呢 那如果说一个用户 对于这些的东西呢 有对呢 操作权限 那么恭喜你 它就有对的权利了 这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删除一些目录 它不让我们删掉 特别是哪个地方呢 特别是这个Windows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有些目录打开的时候 会提示 要想继续打开 请使用管理员权限 然后有一个是 有一个否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我Windows上呢 它同样也有这个 权限这一说法 那这个就是权限 权限就是权利 然后上面的话 我们提到这个 Linux里面呢 有三个权限 分别是 在Linux中啊 分别有读 写 和执行权限 那么这三个权限 又各自表示 什么意思 我们先看第一个 读权限 读权限 读权限呢 这里面呢 得站在两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在Windows 在这个Linux里面 要么就是文件 要么就是文件夹 对于文件夹来说 对于文件夹来说 我们这个读权限呢 它一样什么呢 影响 影响用户啊 是否能够 列出 目录结构 是否允许目录 列出用户的 列出这个目录的一个结构 那假设我们一个目录 它下面呢 这个目录没有读权限 那么你LS这个命令 在这个目录里面就用不了 因为LS不是列出目录结构吗 没有读 你怎么去列 所以这个肯定不行的啊 下面Windows之下 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笔记 这个目录的一个查看权限 你打开的时候 它不是报个错呀 这个应该是见过的啊 它会报个错 它会告诉你没有权限 那如果说你要查看里面的东西 你必须得先用权限啊 所以这个和Windows一样啊 对于文件夹来说 读权限呢 是影响用户 是否能够列出 这个目录的一个目录结构 那么对于文件来说呢 对于文件来说 读权限 读权限 影响用户 是否可以 查看文件内容 我们没有说打开啊 没有说打开 为什么说没有说打开 因为一说打开 大家肯定想到VRM 一说打开 肯定想到是VRM VRM不是打开文件吗 那么除了打开 其实这CAT Tail和Hide都算 但它打开文件了吗 在我们看 它没有打开文件 它只是告诉我们文件的内容了 但是你要看一个文件内容 是不是得打开文件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查看文件内容 比较贴切一点 它会影响用户呢 是否能够查看文件内容 是否能够查看文件内容 看它 Hide和Tail都算 这个是读权限的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个 写权限 写权限呢 对于文件夹来说 对于文件夹来说 它呢 影响什么呢 写权限啊 影响 用户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在文件夹下 创建文档 创建文档 文档包含文件和文件夹 影响用户是否可以在这里面呢 创建文档 当然除了创建 还有 删除 还有呢 复制到 复制到不也属于创建吗 还有呢 移动 移动到 移动到这个目录里面 它也属于 创建 也属创建 所以呢 它会影响我们这里面的 这么一系列的操作 影响这里面的 这么一系列操作 这是呢 对于文件夹来说的 那对于文件来说呢 对于文件来说 企业权限 它呢 影响用户 是否可以去 编辑 文件 是否影响用户 可以编辑文件 你如果不能编辑了 那你肯定也保存不了 所以这地方呢 它会影响用户 是否可以编辑文件的内容 加个内容吧 还有最后一个 执行权限 执行权限呢 这个地方的话 它呢 和读写有点不一样 它和读写不一样 执行权限 一般 都是对于谁来说的呢 对于这个文件来说的 因为文件夹要执行吗 咱们说执行执行 在Windows下 最直观的就是执行 可执行程序 是不是啊 文件夹是吗 不是啊 所以文件夹一般的话 我们不会说去执行 但是可不可以 估文件夹有执行权限呢 可以 没影响 你给它加和不加 是一个效果 打开不是执行 打开就是读 这个不要弄错了 打开就是读 CD CD是一个命令 CD是命令 它不是文件夹 一般对于文件来说 它是有执行一说的 特别是谁呢 特别是 脚本文件 在Windows下 是脚本文件 那如果说 我给一个机制本 设置一个执行权限 其实没有意义的 因为机制本 要不要写就行了 执行要不要 没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执行权限呢 一般情况下 都是对于这个 脚本文件来说的 脚本文件 执行权限 对它很有意义 其他文件的执行权限呢 要不要 无所谓 要不要无所谓 所以这里面的话 每一个权限 对哪个对象 一定要搞清楚 读权限 它可以来限制文件夹和文件 写权限也是一样 来限制文件和文件 但是执行权限 一般是用来限制脚本的 一般是来限制脚本的 然后每个权限 它会影响不同的操作 这里面呢 第一个是列出这个 第二个是查看 第三个呢 是这个写呢 是影响文件夹的创建 三足复制道和移动道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 对于这个文件来说 它是影响编辑文件内容 最后一个执行 是影响脚本 是否可以执行 这一块呢 一定先要记住 这块一定先要记住 要不然到时候 看权限的时候 就日赶懵了 读写执行三个权限 在介绍好 Ninux里面的这个权限 它对那个概念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来介绍一些特殊的身份 刚才这块呢 我们是重点 介绍三个权限的 那么后面来看一下 这个身份 身份的话 上面呢 我们说有三个身份 分别是 Owner, Group和 Others 这三个身份 那么三个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叫Owner身份 这个单词一定要记得 叫Owner 我们翻译成中文的 叫文件的所有者 文件的所有者 所有者 所有者是什么概念 所有者 一般是指 如果你不改他的话 如果不改他的话 这个所有者 就是这个文档的创建者 就是文档的创建者 那这个能不能改呢 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 肯定是可以改的 以我们这个Windows为例 在这个地方 属性 然后呢 安全 会有个编辑吗 不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 高级 高级 你看这地方 是不是个所有者 能不能改 可以改的 所以我们 另一个下 一样也是可以改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改的话 一般默认为 就是文件的创建者 默认为文件的创建者 或者说文档的创建者 这个文档是谁创建的 那么这个所有者 就是谁 当然这个是可以改的 怎么改 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由于呢 Ninux呢 是多用户 多人物的操作系统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 所提到的 因此呢 我们可能会经常有很多人 同时在某一个系统上 同时工作 但是这么每个人呢 在这里面这个文件呢 我们都需要去设置权限 如果不设置 就会乱成一锅肉 让每个人呢 都成为这个 每个人这个文件啊 都成为这个人的一个私密文件 通过权限来限制这个文件 让这个文件成为私密文件 即使你能登不到这个系统 你也不一定能打开 即个人所有者 因为呢 设置了适当的权限之后 那么除了本人 本人 好好理解 就是文件的所有者 之外的用户 是无法查看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含义 那么举了个例子啊 例如呢 某个妹妹给你发了一个 也没有情书 电子邮件嘛 是吧 你将这个情书啊 放到这个 转判的文件之后 存档在自己的 组文件夹下 也就是加目录下嘛 是吧 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情书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呢 利用这个所有者的一个特殊身份 然后呢 去给他设置一些特殊的权限 那这样的话 其他人的话 比如说你的情敌 想偷偷看你的情书内容 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 例如 那我给我自己呢 这个文件是我的 那我肯定有最高权限的 对不对 读写执行肯定都有 但是其他人 我什么权都不给你 一个权都不给 别看执行了 执行都不给 Root Root 它连刷你账号的权限都有 它 还没看你文件夹的权限嘛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呢 咱能防下面 肯定是防不了上面的 这个呢 是所有者的一个身份 所以这个权限呢 设计起来就很有意义了 那第二个身份呢 叫group身份 group身份呢 括号里翻译了一下 group叫组 是指与文件所有者 同在一个用户组的用户 是指与文件所有者 同在一个组里面的用户 后面也举了个例子 与文件所有者 同组用户呢 最有用的这么个功能 什么时候去用呢 主要体现在 多个团队 在同一个机器上 开发资源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明显的 多一个团队啊 就是有很多部门 他需要在一个服务地上 去搞开发 那现在的话 我需要去设置了 举了个例子 那么主机上呢 有两个团队 A和B两个团队 那么A中呢 有A1 A2 A3 三个成员 B中呢 有B1 B2 两个成员 两个团队吧 啊 那么这两个团队呢 需要完成一个工作 去做一个任务 假设这个F呢 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名称 啊 是共同的 那么这个时候 由于他们两个是协作 做这个事 是不是 A1 A2 A3和B1 B2 都应该有对这一个文件 或者文档的一个对应权限呢 哎 但是由于设置了对应权限 我们A B呢 是可以进行这个数据修改的 但是这个时候又来了个东西了 又来了个C 那么前面要求是A B 去共同完成这个工作 跟C有关系吗 没有对吧 跟C没有关系 那万一这个任务 是一个很保密的一个任务呢 那C肯定不让他看 那所以呢 C这个里面的成员呢 就不能去 去操作这个F文档里面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方便管理 大家觉得是 用A B的两个组 去给他赋予权限好 还是用A1 A2 A3 A4 然后B1 B2来赋予权限好呢 当然组方便了是吧 因为A1 A2 A3同组一个组 它的权限是应该一样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组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能体验出它的好处了 C肯定是不行的 那甚至连查看权限可以都没有 因为C跟这个任务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呢 可以不让他看 那么同时呢 团队的成员呢 也能够设置自己的私密文件 让这个团队其他成员呢 也读取不了这个组织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用的是上面这个所有者的这个身份了 以这个身份来去做操作了 然后在Ninux里面呢 每个账号支持多个用户组 例如A1 B1 可以同时都属于A用户组 也能同时属于B用户组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组组和附加组啊 组组和附加组 那么假设A1 它的组组是A 那如果它要同样属于B组的话 那么A1的附加组就是B了 所以组组和附加组 这个时候就体验出来了 它可以交叉着来 去占那个组 那这一句话啊 那其实就是组组和附加组这个体现 A1 B1可以同时属于A组 也可以是B组 这时候又交叉了 交叉的时候呢 就是附加组了 第三个身份呢 叫Others Others呢就是其他人 这个概念还好理解啊 其他人这地方打了个比方啊 这个是个相对概念 是相对的 相对于谁 一般是相对于组组者 相对于组组者啊 打个比方 有三个名 大名 二名 小名 这一看就是一家人啊 这三个兄弟在一个房间里面 这是一个房间 那么房产那上写的呢 写的这个房产是属于 大名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大名是哪个身份 他是不是组组啊 OWN一样啊 他就是所有者了吧 那么那么 大名一家人 就是一个用户组 大名的一家人 就是一个用户组 这个能理解吗 可以是吧 我们可以认为 小名和二名和大名 他属于一个 同组的用户吧 同组的用户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组里面有大名 二名和小名 三个成员 那也是组成了一个组嘛 所以他属于同一个组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外人 叫张三 外人 叫张三 那和他们三个 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张三 就是其他人了 那这个说明 他是不是相对来看的呀 要相对于谁呀 相对于 所有者嘛 得站在所有者的角度 去考虑啊 张三呢 他的确是外人 所以呢 张三这个时候 就成了其他人了啊 这个就是其他人 others这个身份的一个理解 那么同时呢 大名 二名和小名 既然是一个房子嘛 他应该有各自的房间 那么三者呢 虽然能够自由的进出各自的房间 因为是一家人嘛 房间也是在一个屋子里的 所以他肯定是可以随便进入的 但是小名不能让大名看到自己的情书 日记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文件所有者的意义 是不是就体现出来了 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一家人也不太帮你 可以乱来 对不对 能理解吗 可以啊 三个身份 其实一定要搞明白啊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在设置权限的时候 用到这三个身份 现在看看 这三个身份 有没有哪个不明白的 有没有 owner group和other 哪个不明白 group group 刚才后面这个例子 我觉得举的比前面这个好啊 大名 二名和小名 它是一家人 那么房子是大名的 房子是大名的 那么二名和小名 能不能进入这个房子 能 为什么能 因为它是一家人嘛 这个一家人 这个家 我们就可以看出是一个组 就可以看出是一个组 所以大名 二名和小名 我们可以称作为叫 同组 用户 那么同组用户 也就是这个group了 相对于大名来说 那这个时候 二名和小名 其实就是group身份 就是group身份了 大名和 二名 小名 大名是所有者 二名和小名 就属于 大名的group身份 其实group这个呢 也是相对的 也是相对身份啊 other 这比较其他用户 这个好理解 这三个身份 那么这三个身份 是跟我们权限相关的啊 当然跟权限关系不大的 或者说有一个隐藏关系的 最后一个用户 root用户 超级用户 那么这个呢 它在lindex里面呢 是神一样存在的用户啊 真的是想干嘛干嘛 那这就是root用户 因为呢 在用户这里面呢 它有最大的权限 所以它可以管理所有的普通用户 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 上面的三个身份 设置的权限 注意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个例外啊 即使你设置了其他用户 不能去读写执行 但凡是我用root用户 那么一样 仓能无阻啊 所以它是一个神一样存在的用户 这个权限对它是没有用的啊 这个用户呢 一定要知道啊 肉体用户它的权限最高 那么主要就是上面这三个身份啊 一定要搞明白 那么后面权限设置 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万一搞错了 那后面这个权限设置呢 就是问题了啊 行 那么大家呢 可以先把这个三个身份呢 再去看一下这个文字描述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 不大好理解的 那么可能最难理解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group身份 这个身份有点难理解 至于所有者和其他人呢 这个比较好理解一点 去揣摩一下这个含义啊 最后来就会查看 looked 费文子 鲜 赛